你是一个懂得放下的人吗 欢迎收看维他命师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我曾经读过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讲到有一个老师带着一班小朋友 他在这个班里面 经营关系上面很有智慧 小朋友之间难免会有一些纷争 有一天他就跟那些小朋友说 今天如果有谁得罪你 我们就到那个西边去捡石头 捡一块石头上面写上他的名字 然后放在一个袋子里面 如果今天他得罪你的事情很小 你就挑小一点的石头 如果你觉得他今天实在是很可恶 欺负到你没有办法容忍 你就挑一块大一点的石头 第一天的时候 那个小朋友都很兴奋 就去河边找石头 然后写上得罪他们的人的名字 然后放到自己的背带里面 可是这个游戏过到第二天 第三天的时候 因为老师规定 那些石头放进去就不能够随便拿出来 到第三天的时候 小朋友都开始觉得很痛苦 因为其实背上的袋子越来越重 这个时候老师忽然到第三天 都看他们说 各位我们现在 如果你还愿意背着这些袋子的话 第四天你可以在背着这些袋子里面 石头来上课 但是如果你愿意放下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些袋子里面的石头 都把它给放出来 我们无事一生亲的来上课 结果隔一天 所有小朋友都选择把那些石头都把它给放下 那些写着得罪他们的人的名字 石头的袋子 他们每个人都不想带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常有时候我们记得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记得越多而且记得越大的时候 其实我们背负重担的反而是我们自己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那个老师做了一个很棒的生命教育 他告诉那些小朋友说 谁得罪你 你就找一块石头写上那个得罪人的名字 然后放在你的背带里面 不能够拿出来 结果过了三天 没有一个小朋友受得了 因为觉得身上的负担实在太重了 当他们选择放下的时候 每个人反而都很快乐 我记得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他说宽恕别人的过失 就是你自己的荣耀 真的 当我们去宽恕别人的时候 其实不是饶了那个人 有时候是让自己得到最大的释放 我们懂不懂得做一个愿意放下的人 就好像故事当中那些小朋友 愿意放下那一些写着 得罪他们的人的名字的那个袋子 里面的所有的石头一样 当我们放下越多的时候 我们的负担越少 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加的轻盛 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 很善于宽恕 很懂得放下的人 那些懂得放下的人 真的他们活得何等的自在 何等的潇洒 何等的令人羡慕 因为我们都能够做一个 愿意放下的人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天天都给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